各位早安 歡迎收看星期四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艱偉 受到一股強烈東北季後風的補充影響 今天香港會回大北風 加上有些雨 天氣方面會變得寒冷 大家要留意 看看現在外面的最新情況 到了7點多鐘 現在香港各區的氣溫 是介乎15至17度 不過預計隨著季後風補充 開始逐漸影響本港 加上有些雨 今天日間的時候 天氣會轉爛 氣溫方面今晚會跌到只有12度 現在寒冷天氣警告已經是生效 大家今早出門後上班上學 都記得要帶著足夠的雨巡衣物 至於天氣方面 今天也有些轉變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可以見到 和二大風暴北面相關的外圍雲帶 今天覆蓋在華南河岸 香港這邊今天的雲量比起沉落 都會多很多 而且會有些雨 北面方面 預計它接下來會橫過南海中南部 並且逐漸消散 對我們主要影響 就是今天為我們帶來幾陣雨 看看最新的雷達圖像 可以見到和相關的雨帶 已經開始影響廣東沿岸 所以詳細的天氣預測 預測香港今天會多雲 還有幾陣雨 初時的氣溫大約有16度 日間的時候天氣會轉爛 氣溫方面市區顯著下降到今晚 最低只有12度 新界地區還會再低1、2度 風方面是吹和貫寺清淨的偏北風 風勢會逐漸增強 最後到展望方面 預計未來兩、三日 早上的時候還是天氣寒冷 風勢會比較大 不過天氣方面會好轉 預計會是天晴和降噪 這次的天氣報告告到這裡 再見